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五间总结 我是Vicky好英文 现在先和大家看看内地和本港股市的收市情况 内地股市中五收市全市向上上证综合指数 升到36点步306点 护心300升到50点步3708点 深圳成分指数升到207点步9571点 创业版指数升到48点步1703点 恒指方面今天中五收报28422点 升到193点 国企指数升到91点步11248点 大股市成交有601亿 这个环节有Michelle做我们的嘉宾 Hello Michelle 你好 你好Vicky 虽然看到隔晚有些数据出来 好像飞龙集合数据都差过如期 而内地公布CPI的PPI数据也不是很理想 但都挡不住A股的强势 今天看到上证重视也重上3000点水平 深城也升超过2% 令港股本身早段偏远的时候 后来都越升越多 而且看到成交量 无论是A股市场还是港股方面 都可以保持近期的数量 好像A股今天中五收市 都差不多有6000亿 成交量我对港股也有600亿 市场的气氛那么好 其实数据的因素是否暂时都不用看着呢 或者这么说 我觉得其实市场对于数据的解读 其实不可能不太负面 比如说美国方面 非农就业的数据 其实你只这样看 其实真是客气的 第一次看到这个数据 是有暗年 都要跌回两成的一个数字 但其实现在就一来 市场会觉得这个二月的数据 有机会在后市的时候 会不会向上修正呢 这是第一个预期 第二样就是说 现在这个非农就业数据出到来 加上之前的一些制造业的数据也好 或者消费的数据也好 会不会是令到联储的偏夹的立场进一步巩固 现在再看回市场对于19年再加息的可能性 已经几乎是接近零的了 再说到其实去到19年年尾 或者去到2020年年头的时候 那个减息的可能性 也是上升至到两成至三成 所以我觉得这一方面其实都全达出 就是大家对于目前的息率 或者说到息口方面 其实是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状况 而现在目前经济的那个环境 特别说美国的经济 相对比起环球的经济来说 都从上算是比较稳定的情况之下 会支持市在向上走多一阵 这是第一个预期 第二个就是说到 其实见到大陆方面的一些数字 大陆方面其实上个星期 就见到二月份的一些出口数字 其实都是一个不是太好的情况 但最主要其实都是因为一些 可能大陆出口去到那些国家 环球的一些比较大的经济 例如欧洲、德国这些地方 他的那个经济都有一个下行的情况 限制了大陆的出口方面的增长 但你看到大陆方面其他的一些事项 例如他自己内部的一些需求 的确是见到一个见底回升的这个迹象在 我相信这一件事其实也会支持市 在下一段时间之内 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你说继续有一个上升的一个势头在 只不过是说现在对于市 其实你由春节到现在来说 都已经是升了一阵上来了 上个星期见到有少幅的回吐 大家开始担心 其实对于后市的看法到底是怎样呢 会是一次一个行程走完了 还是其实现在回吐部分之后 之后会再有一个向上升的动力 那我就偏向于第二种观点 其实现在和内地的 比较多的一些势数量质量一样 就是说到其实内地 现在目前来说 只要成交量还可以保持到 大家都衷景之后 会不会在基建方面 继续都会有一些进一步的政策的加码 这样自己回吐市去继续向上走 包括你说其实对于其他的一些经济数据的解读 譬如说去到周末的时候 公布了一些M2的数据 其实现在大家看回 虽然2月份相对来说是回落 最主要的市场都会偏向解释 是和春智基因素比较大的关系 看回年头两个月的 overall来说 大家其实对于现在的数据来说 暂时来说都是满意的 所以其实都支持之后后市 继续有机会向上走的这个看法 看到港股 这一段时间 你说A股可能升得比较疯 升又不是跟着A股升很多 但是见到A股跌击那时 港股又跟得很足 我觉得有几个因素 一来就是前一段时间 可能港股是先了一阵 即跑先过A股 这样升了一阵上来 二来是见到其实港股这段时间 港会相对来说也是弱 限制了现在港股在高位继续向上升的动力 但是你见到其实这一两天 即可能跌下来之后 今天半天都升了 即将近200点这些水平 250天线 目前亦是2008200点这些位置 暂时都见到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支持 看回后市就小了 如果你说这一条250天线 左右28200这个位置 都真的可以守住 我不排除港股有机会 真的报一报这个年口上29000 如果你说再破之前的高位 暂时来说都是维持30,000点这个目标不变 现在暂时来说都是观察250天线 这个位置的支持力度为主 好啊 见到今天港股一旦 其实很多股份 都追上上星期的跌幅在那里 好像腾讯都懂得闲 不过你见到手机设备股 仍然都是处于弱势 特别是信宇 它都出了2月的手机出货量 见到手机镜头的出货量 按年就升了1.9% 但是按月跌了2成 都有解释是因为一个春节的戒期因素影响 当中车载镜头的出货量也都按年升6.4% 按月也都跌3.6% 见到其实大汉对于这个出货量 都挺满意的 好像花旗就觉得 其实华为和三星的三镜头的潮流 也都可以推动顺遇的出货量 将它列入利好因素的观察名单之一 大摩的报告也都觉得 其实1月2月的出货量加上来看的话 三大业务的增长也算是合理的 但其实它也提出了一个因素 它就担心它第二季的表现 因为上年的机数就比较高 其实现在华为和三星都陆终有很多新手机推出 可否可以抵消大摩这个忧虑呢 其实我自己就觉得 其实你说 顺遇这一份 即是2月份的出货量 第一眼看下去的时候 不觉得真的唯有一个特别大的惊喜 甚至其实我自己本身是觉得 相对来说 未必真的这么好 但是你考虑一下 你说春节的因素 特别说今年可能2月份 那个春节是在年中的时间 那你的厂商可能真的整个2月 基本上它那个开工的情况 都比去年比较差一点 就像去年春节的因素 可能2月3月这样横跨了 但是今年主要集中在2月份 所以你考虑到这个春节停工的因素之后 再看它的出货量 的确其实也是如大行所说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solid 看来应该都是比较收货 特别你看如果顺遇它自己 再和它自己的同业或优态来说 相对来说是做得不错的 也都相信它现在这个2月份 或者1月份 看完头2个月的数字 有机会在市场上 会有一个占比提升的情况 刚才Vicky也所说到 其实今次相对来说 都比较收货了好的 会不会是华为它有比较多的三镜头的机型 它三镜头的渗透率 其实是上升的 这一件事可以利好顺遇 包括其实你说它的一个竞争对手大立光 在今次这个三镜头提升的过程当中 它们两个会有机会同时受惠 其实你看到现在出的一些新机 它的一些镜头的那个像素 大概最高的就是去到4000万 之后2000万、1000万 踏入一个800万像素 相对来说 其实在信誉和大立光 它自己本身做的一个镜头 自己的分布布局来说 它们之间的竞争可能相对来说 信誉可能就打回1000万 或者1000万以下的一部分 大立光可能主要是做2000万 楼上的这些镜头 我觉得有机会是同时受惠到 这个渗透率提升的情况 但是之前也有传道说 就是推出一些新机型之后 特别加上5G的这些因素 其实信誉有机会是在第一季 向这些最主要的镜头的生产商 订单要加成三成那么多 暂时来说 从两间的这个最主要的供应商 都暂时未见到有三成那么显著的 一个数字的增长在此 信誉来说相对会好些 维持到一个去年尾到现在的比较强劲的trend 但是你从大立光的那个销售数字来说 它二月份的那个营收数据 都是大概按年升到一成四左右 所以其实现在会担心这件事 就是第一 这个一季度加单30%这个数字 是不是真的可以持续到 会不会真的可以保持到 你说之后的手机销售 都真的可以保持到一个比较快的增长 打破之前对19年那个手机淡 就是整个销售比较淡的这个情况的预期 打破这个预期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说就算加单的情况之下 在现在大家都预期销售收压的情况之下 会不会那个售价 它的模组的售价 其实都相应来说是会收压呢 进一步拖低它的毛利率呢 这两个我觉得始终是比较担心 大家不要忘记就是其实 刚才说的这个毛利的问题 一路由去年年中开始都是制线着它 股价一个比较大的因素 之前对于整份2018年的业绩 也都已经是发了一个刑警 那未来的那份业绩 其实大家都预期它不会真的 在特别好的情况之下 近期升至一层 那么大层 这样升到上来 曾经都破过100元这些位置 我觉得短线它继续去 你说整固的这个压力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其实现在91.5这些位置 如果你说有货的投资者 我觉得不妨你说迟一迟货 因为其实向下看的 幅度不算是特别大 但如果你说没有货想上车 那暂时不会建议在这个位置 可能再耐心一点等候 大概去到85元这些位置 才再考虑就会比较安全一点 好啊 谢谢Michelle 那么长远的分析 亦都和你申报回来 有没有持有上述提报报告分呢 没有持有的 谢谢 今集的节目就差不多 稍后回会有其他直播节目 稍后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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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